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还记不记得昨天1.0就在节目上面 闪钉截铁事先告知 来告诉大家 昨天的跌它是一个机会 昨天的跌它是一个买点 而今天你又看到1.0事先掌握到盘中的一个变化 那当然如果你是我们李宁家族家人 都能够对于今天的行情 心里有底操作很安息 因为我说过 我有全市场独一无二的盘前抢先报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今天大盘的一个走势 如同1.0盘前抢先报的一个预期 今天大盘叫做低开 低开测试时日均线 这个时日均线非常重要 我也要告诉大家实战的撇步 而且在测试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发现到量能是萎缩的 量缩拉回来是干嘛 是让你低接好股票的机会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在盘前抢先报里面 我事先公开告诉大家 网通 生计 车用 工业电脑 主轴有没有改变 主轴没有改变 所以你看到今天的重期 亮灯功涨停板 你今天看到了易得的大涨 你今天看到了胡联的功高 哪一支股票不是1.0跟大家掌握在前面的 而且1.0昨天 昨天就在节目里面告诉大家什么 广基 昨天广基是大跌了5%以上 我昨天怎么说 我昨天怎么做的 来请你看Mistia 8050的广基 来今天的跌 今天的跌有没有量啊 朋友们看一下 今天的跌有没有量 无量下跌是干嘛 是低接的机会 因为它根本还没有涨完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1.0跟全市场老师 与众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我跟其他老师不同的地方 是在跌的过程当中 我告诉你 它是一个机会 我告诉你它还没涨完 我告诉你大盘大跌 它是一个买点 当你看到今天的广基的大涨 你又相信了一点的话 你会发现到1.0跟其他老师不一样 因为我们在跌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什么股票 可以站在买方 而你可以坚定的去买 因为现在投资人最缺的是什么 最缺的就是赚钱的信心 为什么 因为这一波大盘跌了4000多点 很多人都告诉1.0说 1.0 我对今年的行情没有信心了 我对赚钱的企图心没有了 那1.0要带你找回 你曾经失去的赚钱信心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1.0的Lite 8 是你现阶段赚台股的最佳唯一选择 而我的Lite 8是什么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然而1.0要特别告诉大家 我也是台湾工业院产业分析师出来的 那我也拥有全市场唯一中国证券期货 三个证照的女超盘手 我说过我这一套赚钱的方法 玲珑123的超盘法 我们从基本面技术面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帮我们的家人 掌握到这一波的网通的大涨 掌握到这一波的生计 掌握到一个上涨的一个波段 要滑要金又创高了 它代表什么 它代表是在拉回来的过程当中 你敢不敢进去买 你敢不敢买 就像昨天的广基在拉回来的过程当中 你又吓得屁股尿流了 在昨天大盘大跌的过程当中 你又失去了方向了 来1.0要特别告诉大家 股市1.0许玲珑YouTube频道 绝对是你订阅分享按赞的唯一首选 那也谢谢我们所有领龄家族的家人 对1.0的支持 然而今天有一位姜妈妈 哪是领龄家族的姜妈妈 特别在1.0的Light at上面留言给1.0 她说要好好的谢谢我 跟我做一个谢谢 因为她观察1.0非常久了 就在前不久的时间 她加入了领龄家族 而且1.0在节目上面 一直跟大家讲 网通的商机 网通的未来 因为我讲了很久 所以这位姜妈妈 她也注意到这个产业的变化 所以在上周 也就是上周7月12号的时候 她跟着1.0一起买入了重期 才一个一周半的时间 才不到两周的时间 她的账上金额就获利将近两成以上 那我想问的是 姜妈妈她今年真的是很辛苦 因为今年姜妈妈她告诉1.0说 去年她只懂得买不懂得卖 不知道高涨要跑 也不知道什么股票可以低接 所以她今年真的是土太多钱出去了 但是赚钱的感觉真的很开心 她很开心1.0帮她赢回赚钱的信心 赚钱的感觉 你多久没有赚钱的感觉 你想要赚钱的感觉吗 跟上1.0的脚步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如果你这一波 你失去了股票赚钱的信心 来找1.0 1.0带你重回股票市场赚钱的信心 因为如果人连赚钱的信心都没有的话 你很难东山再起 1.0做得到 1.0绝对能够帮助你家族的家人 赚钱信心找回来很重要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今天重期亮灯涨停板 这一支股票 我是不是早就跟大家讲 网通的商机 物联网 元宇宙 自驾车等 新型的应用需求持续的向上 这一块的商机今年绝对会有表现 而我带领我们李宁家族的家人姜妈妈 带三个小孩的姜妈妈 她告诉我光不到两周的时间 重期的这一档标的就赚了她两成的幅度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其实现阶段台股真的有赚钱的机会 但是赚钱的机会在跌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看到 你有没有找到啊各位家人 就像昨天在跌的时候很多人也在1.0的light上面 1.0 1.0 跌是机会吗 我会没有告诉大家 跌是机会 跌是买点 有没有 所以呢 很多的好朋友都跟1.0讲说 很想跟着1.0来去做操作 但是手中的股票套得很深 好我这边做一个比喻好了 你手中股票套得很深 不知道怎么换 就如同 如果你交到一个不好的男朋友 每一天对你拳打脚踢 结果我告诉你说 他真的对你不好 你赶快离开他吧 那你跟我1.0讲说 1.0 但是他好久好久以前对我很好 还没结婚之前他对我很好 奇怪了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其实我觉得做股票跟人生的道理很像 很多人都因为手中的股票卡得很深 但是你却没有看到 能够帮你赚钱的标的 就像网通的重期 就像网通的明态 还有很多隐藏版的网通的个股 你一定要跟着1.0来去做操作 因为上周我也特别跟大家讲 上周1.0拜访的一家公司 这一家公司我认为下半年 未来的前涨非常可期 而且现阶段又打到了相对的低点 法人正在偷偷布局 我跟大家讲这一档标的 我一定会带领我们家族家人提前的卡位 所以这一段时间当中很多人都告诉1.0 手中的股票套得很深 不知道该怎么换 真的之前跌的太多 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操作的人 听好 昨天我特别跟公司申请 三天的快散专案 现在只剩下两天 我为了要让大家参与这一次赚钱的行情 找回赚钱的心 三日的快散专案 现在只剩两日了 两日的快散专案 一个月的专属黄金班 我告诉大家 越早加入你越赚越多 跟亲自带的同步布局 金权法人的索马股 重点是7月底之前 我会带你提前卡位 卡位8月份的黄金飙涨股 昨天20个名额马上额满 今天再来出现20个名额 今天就20个名额 如果你手脚不够快的人来 明天后天的布局机会 你一定要好好的跟上 都在1.0的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好 那当然 今天1.0要跟大家探讨很多话题 尤其很多人都问1.0说 1.0啊 友达志源今天为什么跌 因为这两档标的 也是很多投资朋友 手中会有的股票 那为什么今天 行情低开走高的过程当中 星星跟望虹却能够大涨 友达志源却大跌 你一定要想清楚 个股的轮动会涨会跌 但是你一定要买在股票会涨的时候 大赚最好赚的时候 好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 如果你是我们李宁家族的家人 我会在开盘之前 给大家一份叫做盘前抢先报 就像呢在昨天青天 以及之前的盘前抢先报里面 我特别点出望虹 望虹在逆风之中来去做同围 而且第二季的业绩足迹的成长 然后星星的部分呢 在第二季的获利是创高 每股盈于达到5.44块钱 而在7月26号的盘前抢先报里面 我也特别告诉大家 我从外资的一个动向里面 特别跟大家说了 ABF三雄 在这里有一个预期的载板 对于元宇宙 对于ARBR的贡献提升 未来的需求会强劲 而股价又来到了相对的低点 我们来看一下 3037的一个星星 昨天3037的星星 三大法人同步的站在卖超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 拉回的过程当中量是萎缩的 拉回的过程当中 形成了一个主力DC的讯号 而目前在形成了量增上涨 但是呢 我问大家 这个位阶可不可以去追 可不可以去追 空手人可不可以去追 可不可以 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个道理 那我也特别告诉大家 如果你在这个位阶 如果你没有买在143附近的星星 在目前这个位阶 靠近季线 靠近年线附近的一个星星 你也不要空手追在这里 因为星星要买黑不买猴 你才能够赚钱 以他的股性而言是要这样子的 那呢 旺宏的这一档标的 很明显的发现到 在董事场出来喊话之后 股价有没有表现 股价有表现 但是今天怎么样 今天量爆得太大 今天量爆得太大 请你记得 如果你是做短线价差的人 爆大量遇到季线的位阶 要先干嘛 要先建好就收 不要给我追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可以发现到 那为什么今天友达 跟智元会跌 其实友达群创也好 其实我之前有一集的节目里面 我特别讲到友达跟群创 尤其我拿群创跟友达来做比例 叫做温水煮青蛙盘盘慢慢跌 跌得让你不知不觉 我认为这种股票 说实在 产业前景如果往下的话 反弹上来如果你告诉1.0说 1.0我资金很多 我就是喜欢买套牢股票 那我也没有办法 但是我要特别告诉大家是 因为1.0是台湾工研院产业分析师出来的 我明明知道面板的报价正在跌 TV面板的跌价成本已经破了成本价 产业的能见度是下滑的 而且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 最近1.0去拜访公司 我也发现到面板厂是在做一个减产库存太多了 而且近期还鼓励员工来去做放假 不是放无薪假 是鼓励员工在这里放假 也就是说产能真的没有这么多了 所以这有的是为什么 来你看一下3409的友达 3409的一个 2409的一个友达 2409的友达今天破底 报大量破底 当然我也不会告诉大家 今天破底你就给我卖在这个尾街 位阶当然不是的 要卖也要卖在有尊严的位置 无论你有友达你有群创的人 来你找1.0 你来找1.0 因为1.0要带你脱离苦海 那当然像是呢 来 智原 智原的这一档标题老实说我也有做过 那为什么今天智原没有涨 它到底出现了什么样子的拜向 近期上涨的过程当中都是带量 下跌都是 下跌 下跌都是带量 上涨都是所量的 所以整个空方趋势还没扭转 但是智原最好赚的那一段在哪里 就在今年过年之前啊 去年10月份刚刚起涨之前 那一段最好赚的那一段 而那一段最好赚的那一段 我有没有做到 我有没有做到 我一定有做到的嘛 因为盘面上面最好赚的那一段 我绝对会带我们的零家族家人 提前掌握 掌握到最好赚的那一段 基隆的挂骂 大家都知道的基隆的挂骂 带三个孙子的挂骂 他告诉1.0说他平常很忙没办法看讯息 我叫他买什么 去年我叫他买智原 而且我买在150块钱 而且我叫他300块钱附近来去做获利卖出 光一档智原我帮他资产翻倍 那我告诉大家 其实做股票很简单 当你股票赚钱的时候 你心情也会很开心 你会发现到每天1.0心情都很开心 你心情开心之够 心理会影响生理 你身体也会很健康 你生活才是彩色的 但是你去想想看 你现在跟去年前年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你今年你可能高档 你不懂得卖 手中很多套牢的股票 所以你股票套牢了 赔钱了 你心情很欲足啊 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那你的心理又影响到你的生理 你的高血压三高都来了 所以生活是黑白的 为什么做股票做得这么辛苦啊 各位家人亲爱的 来找1.0 好 那当然今天特别感谢江妈妈 因为江妈妈也是一个三个孩子的妈妈 我发现我还蛮有妈妈缘的 因为妈妈都喜欢像我这样子肉肉的女生 因为我还蛮有福气的 看1.0的额头就知道了 那我也很感谢我爸妈给了一个很漂亮 而且很有福气的额头 那我也相信面向有亲身 因为1.0正面的能量 1.0真的希望你能够重回股市的信心 很多人在这一波没有股市赚钱的信心的 很多人都告诉1.0 说1.0现阶段还可以赚钱吗 当然可以 重点是你有没有想要赚钱 有没有这样子的企图心 有没有这样子的目标 那如果你没有想要的人来找1.0 就像江妈妈一样 江妈妈特别呢 写了一份感谢信给1.0 我看了之后 其实我很感动 因为我帮助到更多好的家庭 能够怎么样 能够心情愉快 股票赚钱 生活彩色 因为江妈妈在前不久的时间 她加入了1.0的行列 我带她去买了网通的重集 而且短短两周的时间 光仲奇的这档标的 大赚了两成以上 那我相信江妈妈做得到 你也一定做得到啊 各位家人 所以光仲奇的这档标的 它兼具着物联网 元宇宙 自下车的一个应用商机 持续的向上 网通的供应料 持续的改善之外 重点是去年没有涨过 今年会表现 千张乍户还在持续的增加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今天仲奇大涨的重要原因 好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现阶段大家呢 我知道大家的疑难杂症在哪里 因为呢 对于行情 你是看不懂 你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样子的股票 所以我昨天特别跟大家讲 三日快散的最佳优惠 现在只剩两天了 所以手脚一定要快 一个月的专属黄金班 我说了越早加入 越赚越多 跟亲自带的同步布局 精选法人的索马股 我会7月之前来去做布局 7月底之前来去做布局 卡位8月份的黄金飙涨股 而且听好 昨天限量20个名额马上额满 今天一样限量20个名额 额满为止哦 所以手脚一定要快 因为7月底之前我就会来布局 都在今天的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好的 那当然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原因很多 光生计光元宇宙 很多人都在1点的light问 1点你说元宇宙今天拉回来 拉回来怎么看 好我先给大家结论 元宇宙拉回来 它是不是机会 绝对是机会 因为嘎空行情还没有结束 记不记得8月18号 在中国上海要召开 全球的全宇宙的大会 而8月15号之前 有半年报的公布 所以我认为在8月中旬之前 元宇宙都还有表现的商机 而元宇宙休息拉回来 跟着1点0早埋点 而元宇宙的概念 来开始轮动到今天的网通 今天的网通的重极 剑翰 和勤扣 或者是光盛 做光通讯的光盛 甚至1点0事先掌握到的联雅 都形成盘面的轮动 那当然网通里面 它还有低轨卫星 低轨卫星当中的一个呢 像是声达科 我们之前也赚到最好端的那一段 把最好端的那一段 放在口袋当中 网通里面的一个长城 甚至明太 我告诉大家 拉回来找买点 今天也是大找的 甚至宇宙也形成了盘面增温 向上的动向 所以低轨卫星 网通光通讯的这一块 我会带着你提前卡位 买在黑的位置 买在跌的位置 买在别人不敢买的位置 这个叫做反市场的操作 就像声达科的这档标的 1.0有买有卖 我们大赚最好赚的那一段 而且我们把最好赚的那一段 放在口袋当中 我想问的是 这个是不是 你想要的赚钱操作策略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1.0集中火力 一次只会做一档 保证待进待出 而且一档赚完再赚一档 就像声达科的这一档标的一样 那今天要特别跟大家讲 像是网通里面的光通讯 像是光盛 光盛最主要 它是在光主动原件的产品里面 它最主要是受惠在各国政策的基础建设 大家一定要记住 基础建设在光通讯 在通讯产业的 网通产业的这一块 是非常大的商机 再加上九成的客户都来自欧美的地区 所以台币贬值有助于汇兑的收益 所以光盛的这一档标的 拉回来 什么时候可以买1.0 带你提前来去做掌握 甚至像是明太 明太昨天大跌 明太昨天中错 但是明太昨天1.0告诉大家 拉回来找买点 甚至我在上周四的10站0距离 我每周都会入10站0距离 所以礼拜四我们10站0距离 就明天我会录制什么样子的股票 法人偷偷在买进 所以别忘了跟1点的约会 那在明太的过程当中 我特别认为明太根本还没涨完 因为接下来他在押回来的过程当中 是酝酿第二波上车的机会 好 那当然除了像是光盛之外 台阳 台阳它是兼具网通低轨卫星 还有泛洪海集团 别忘了泛洪海集团里面除了建汉 除了台阳除了乙胜之外 接着洪海集团相关的概念股 什么股票是机会 什么股票要高出一趟 1.0都掌握得很清楚 所以像是华通的这一档标的 我认为接下来拉回来它是买点 因为我们大赚最好赚的那一段之后 我们先把赚钱放在口袋之后 来听好 拉回来什么时候可以买 跟上1.0盘中的脚步 所以我才会很感谢我们李宁家族的家人 对1.0一路的支持 我知道这一波很多人是受了很大的伤 为什么 因为今年的操作跟去年的操作截然不同 今年的操作如果你在高档不懂得先跑一趟的话 跌下来弹上去你也只是在等解套 所以江妈妈她观察1.0很久了 在前不久的时间她加入了李宁家族的行列 所以我也在节目上面 我不断的苦口活心跟大家讲网通的未来 所以她跟上1.0的脚步 在一周半之前逢低布局了重期 重期的这一档标的不到两周的时间 就赚了将近两成 听好 我告诉大家江妈妈做得到你也做得到 因为江妈妈跟1.0涂很多的苦水 她说今年真的 她在还没加入1.0之前真的很难操作 获利真的吐出太多了 而且今天透过重期的一个大涨 她终于感受到赚钱的喜悦 你有多久没有感受到赚钱的喜悦了 亲爱的 所以江妈妈都做得到 我相信你也做得到 所以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来像是这一档标的 来富财 富财我昨天盘中有直播 大家应该都有看到 昨天富财在大涨的时候 明乐特别问了我一个问题 我说富财可不可以追 富财可不可以买 而我怎么说我怎么做的 来请你看VCR 先大盘一步先攻上季线 那是不是接下来就有一个波段的行情可以期待呢 好的刚刚明乐也剪到一个重点 因为今天富财有利多 利多反应刚好在股价上面 但是今天这个位阶是买点嘛 玉琳可以大胆的告诉大家 我认为今天空手的人不要追 因为今天就以试错的一个成交量而言 它今天的量是爆的太大了 好的当你看到了今天富财的大跌 昨天富财的大涨 你会发现到原来1.0真的是实战的超盘手 当你看到的报纸的利多消息 忍不住又跳下去买的时候 一买又追在相对的高点 这个就是很多投资朋友操作的宿命 常常追高 常常杀低 那我想问的是 你有自己判断买点跟卖点的方法吗 你现在有一套能够帮你赚钱的方法吗 光富财的这档标的 你如果昨天是追在6%以上的 今天又跌了4% 你光一天的时间 一天的时间 你的帐上就损失了10% 你100万投入进去 你10万就不见了 10万 10万是一般上班族2到3个月的薪水 因为现在一般上班族大概是4万到5万 那两个月的薪水好了 所以辛苦赚钱 结果你的钱赔在股市上面 很欲足啊 各位家人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实战判断买卖点的方法 谁做得到 1.0做得到 你可以发现到1.0 为什么能够能够盘中知道 这个时候可以买 这个时候可以买 因为我有一套赚钱的方法 零容123的操盘法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很多的好朋友都跟1.0讲说 很想跟着1.0来去做操作 但是手中的股票套得好深哦 不知道怎么换 之前真的跌得太多了 很害怕 不知道怎么去做操作 1.0想帮助大家 我上周特别去拜访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我认为 下半年未来的前涨可折击 而且接下来 接下来又遇到了半年报 他会释出量力的成绩 法人又开始同意布局 我认为接下来这档标题 值得大家重点来去做布局 所以我也特别跟公司申请了 昨天特别跟公司申请了 基于大家现阶段 对于行情的不确定性 我特别推出了三天的快闪专案 现在只剩两天哦 两天的快闪专案最佳的优惠 一个月专属的黄金班 听好 越早加入越赚越多 跟亲自带的同步布局 精选法人的索马股 重点是7月底之前 我会带你布局 7月底之前布局卡位 8月份的黄金标涨股 今天限量20个名额 而满为止都在今天的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好的 那今天呢 一点你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蛮多的 除了今天要滑又又在创高之外 工业电脑的这一块千万不要忘记 今天的广基再度的大涨 昨天广基大跌 我们告诉大家 拉过来找买点 而今天的一个星星又再度的创高 是不是代表1.0掌握到的先机呢 而工业电脑当中的 华汉 威强电 甚至星汉 甚至武丰 哪些股票拉过来是机会 1.0都已经在我的口袋名单当中了 而生技个股当中的药华药 又持续的攻坚向上 而车用当中的今天的胡联 工高 今天的万载东阳在这里叙事待发 光学的阳明光 郁金光 哪些股票 是接下来反攻的要角 好我特别告诉大家星际 星际我们大赚最好赚的一段 而且我们把最好赚的一段 放在口袋当中 而广基在昨天大跌的过程里面 我特别告诉大家 拉过来是买点今天大赚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当跌的时候你看不懂机会 就像两周之前 药华药跌到442块钱的时候 我邀请你跟着我同步布局 我邀请你同步上车 今天的药华药来到558块钱 短短9个交易的时间 光药华药的这档标的大赚26% 而且这样子的标的 一档接着一档还更多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那易得也大涨 所以生计股如隔赚钱 都跟着你1.0一起来去做操作 好 那最后1.0还是要跟大家讲 股市1.0 许玉玲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 分享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那最后也谢谢姜妈妈的一个支持跟爱护 姜妈妈做得到 在短短不到两周的时间 赚了两成以上 由1.0帮你重回赚钱的信心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现阶段你想要跟上1.0赚钱的步伐 生日快散 现在只剩2日 2日快散最佳优惠 1个月的专属黄金班 越早加入越赚越多 重点是7月之前先布局 卡位8月份的黄金飙涨股 今天只有限量20个名额 手脚一定要快 都在今天的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最后也预祝我们所有的投资朋友 投资操作顺利赚大钱 我们明天再见咯 拜拜